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 今天是12月4号,这是今天大新闻主持人陈小平 今天呢我请到两位嘉宾 一位是来自中国的吴强博士 另一位是来自香港的媒体评论员 纪硕明先生跟我们一起讨论四个话题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屏幕上呢,我们第1个话题的题目就是 官媒解密习近平的终身制 他可能要干38年 怎么会讨论这个话题呢 那么第1个意思呢就是说,至习近平 修宪以后,他究竟要干多久 一直就没有答案 那么这个事情呢像紧固咒一样 即啊这个 紧紧的照住习近平 习近平前后 好几次对外国人说他不想干终身制 那么 你不想干终身制 你到底要干多久 还是没有答案 因此呢 这个话题 几乎从他休闲那天到现在就一直没有停过 那么最新的这两波呢关于 习近平要干多久的呢 一个是这个中央党校谢春涛 他说这个领导人 这个接班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但是呢 也是语言不详 那么最新的一个动态就是 这个 官媒啊 我们叫官媒啊 就是求是 19年第19期 发了一篇文章 作者是谁呢 是党死后文献研究院院长 曲青山 那么这个人呢把中共的这个历史呢 分成四个阶段 从21年 以来的历史到现在分成四个阶段 虽然不到现在是到2049年分成四阶段 第1个阶段是 是什么呢 叫革命阶段 那么第2个阶段叫什么呢 叫建设阶段 第3个阶段叫改革阶段 那么第4个阶段叫什么呢 叫复兴阶段 那么 第4个复兴阶段是怎么算呢 就从习近平上台 一直到 2049年 那么 虽然他在文章中说 习近平新时代的跨度38年 但是啊 不见得习近平 就要干38年 所以说我想请两位嘉宾来解读一下 这个最近这个官媒啊或者官方人员不断的就这个问题发表 有一些看法 发表文章啊 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压力三大 请 北京的 吴强博士请你先解答 压力当然是很大 当然这很大 我们还待会儿还细细说 从因为去年的修宪 对党内大多数人来讲 绝大多数人来讲都是一个 突然袭击式的一个 这个 废除终身制 那么 两条路线斗争 等于突然间就变成了一个 呃 习的路线就全面就是叫做图穷避 那通过这种突然袭击的修宪就暴露出来 他的真实的目的 过去六年 就是修宪前的六年到底是 为了什么 原来 大家明白是要 废除领导终身制 废除改革开放 期间 邓小平所定下的最重要的一个 政治的 规矩 那这个政治规矩被废除 在前六年的 党内斗争之后 那几乎没有什么 党内力量 以及党外的力量 能够阻止他 一直的连任下去 然后我们看到 党内外的反弹 包括国际社会的反弹 才慢慢开始 呃 我相信国际社会的反弹 其实也远远要比国内社会的反弹要大得多 呃 然后 通过贸易战 通过 呃 各个方面的国际压力舆论的变化 才开始唤醒 中国 政治从高往下 其实实际上这个是 很有意思 应该是说从中往上 从中往下 因为接触这些资讯的 接触这些国际压力的 主要还是中国的 中间的经营 中产阶级 经济方面的 这些 新富起来的人 或者说这个职业经理人等等 他们 通过股市 通过国际媒体最先感受到 这种 呃 内外的环境压力的变化 然后我们看 这个最典型的就是最近我们上周曾经讨论过的像经济学家 向重座的这种演讲 其实在经济界 对民营企业家来讲 这种中间阶层 他们的感受是最 灵敏的最明显 然后通过他们向上向下 在传达这种 呃反应 这个反应 在中国的这种这种一个已经 被镇压 被整肃了六年的环境里头反应 我们要 不要期待太快 但他确实一直在发酵一直在 在生长 这个才是 最近这几篇文章相继出台的原因 我相信这是一个基本的背景 当然和四中全会的结束落幕之后 也可以开始讲讲接班人问题了 这也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时机 就是说重大的问题讨论完了 四中全会有一个共识已经达成了 然后终于可以讨论一下 有没有接班人要干多久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实际上 在不管 对党的历史怎么分期 实际上从党建立 一开始就困扰着中国共产党 从一大到十九大 这个问题 其实从来没有终止过 没有中断过 所以在这意义上讲 党史学家出来 试图简单的用四阶段划分 来为连续 甚至终身执政 提供合法性 就在我看起来 在任何党内的官僚看起来 在任何熟悉党史的人看起来 其实都是站不住脚的 很牵强的 换句话说第一阶段 建党时期 我们说这个 或者说革命时期 党内的领导人 这个更迭 从一大到七大 我们知道是 一直是在换 一直是各种各样的斗争 49年之后 这个所谓建政时期 毛的个人地位 也一支 并不是那么稳固 有刘少奇的这个竞争 有文化大革命 为了这种个人权利 带来文化大革命 这样全国的动乱 至于改革时期 我们看邓小平 他的个人 作为第一代的革命家 他的个人寿命是有限的 然后才开始了 有序的一个 虽然很残酷 但还毕竟是有序的 一个党内的 一个领导人的交接 那么这种党内领导人交接 这个实际上是维持了 一个最基本的政治生活 也是维持了最基本的 最表面的一个共和制 尽管这共和制 我们知道一旦 我们知道 我们是学政治学的 如果领导人 是采取终身制的话 那么这个共和就被否定了 就不是共和制了 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 极其根本的一个国体的问题 而不是说一个党的领导人 的接班的问题 所以现在 如果说他一旦 破坏了这种接班的规矩 这种秩序 试图要终身制的话 无论通过什么角度 通过这种牵强的党史划分 还是通过未来的这种任务挑战 需要一个坚强核心去应对的话 其实都是这么主要 它意味着共和理想 这个共和理想 不管怎么说被扭曲 被歪曲 仍然还是现代的这个国家 现代政治的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 一个所谓底线 因为现在共产党也是很讲底线思维 这是一个底线 如果一旦终身执政 实际上就意味着是一个君主制 这是对共和制的一个最大的践踏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底线到底在哪里 如果说连这个共和的底线都不要的话 我们很难想象中国政治还有没有底线 所以我相信这么一些解释 这些人要不然不懂党史 要不然不懂政治 也可能都不懂 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回避了一些 最基本的国体的 回避了党史的历史的问题 也回避了国体的问题 回避了一些最基本的政治常识的问题 那就是把人当成小孩子来玩 那这样一种情况 您是学政治学的 你上次那个谢春涛在解释 废除这个终身执政 他就说德国 日本的 他们的领导人没有限制 对不对 他们的总理没有限制 他用这个来为这个修现辩故 国政体他不因为这些东西发生改变 因为他是不断地通过几年的选举 以确认 这是很重要的 而且是有一种竞争的存在 他们比如说像梅克也不可能存在终身制 但是他有一个长期在内阁制情况下 这种相对于美国的总统制来说 是更民主的一种体制 更接近于理想的 我们说达尔我们都了解 我们这就是我们最经典的 他的最接近于多头民主统治下 这种内阁制在受到拥护的情况下 不断地得到确认 这种长期执政并不是君主制 对他的各种的制约限制 其实随时随地都在考验他 这个不是君主制 这是没有人能够否定说 美国 英国 俄国这种 美国不用说 没有人敢否定说 像德国 英国这种内阁制 它已经不是共和制 它是君主制 当然英国我们是君主立宪 这个情况还是稍微也不一样 即便是这种情况 也没有人 它不是共和制 因为它是君主立宪 但是像欧洲大陆 这个大多数国家 除了君主立宪的国家以外 这种共和制 基本的民主是没有人敢否认的 这种共和的精神 也是现代政治最基本的东西 似乎现在中国有人要反常识 要反几百年现代化的进程 这个我相信人民慢慢地 也会再像认识华为一样的 也可能很长期才能认识出来 也可能很短地就意识到问题不太对 好,我先到这里 这个,这个 取这个 取青山的这个文章啊 很有意思啊 他就讲习近平时代38年 他没有说习近平要干38年 所以说我们标题叫他可能要干38年 那么虽然这个可能是从什么来算起呢 从习近平2011 从那个12年他上来开始 那么呢后面他有句话说要留意的是 这个新时代的长度并不等于习近平的任期长度 但是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政治是人在阵地在,人一走就查量了 我们可以从上数邓小平 再往后数江泽民对不对呀 慢慢的他们的政治遗产慢慢就飞灰 湮灭了 所以说这个季硕明先生啊,您怎么看啊,因为上次你好像也点评过 就是说 这个终身制的问题呀实际上是党内的一个 没有答案的一个东西 意思导致谢春涛不断的要出来讲话 那么谢春涛讲完以后,马上这个 曲先生又出来讲了 那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 会不会是一种安排啊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在 几年前 那个 修宪的时候 要废除 就是18年 就是18年 对 被任期制 要废除这个 这个限制这个任期制的时候呢 社会上有一番 议论 党内是不敢议论的 那个社会上 我想 那个明镜那个时候议论的也 也非常激烈 那么但是呢 过了这一两年呢 就是 尤其是19大以后啊 那个 慢慢慢慢有点消停了 但是最近呢 这个任期啊 五年制的任期 过半了 过半以后呢 大概也就 还有两年 就现在又把这个事情 开始主动的提出来 外界我想 连明镜都 对这个事情不感兴趣了 就你 你要终身制 你就终身制吧 谁也阻挡不了你 这个 而且习近平刚才 小平尼讲了 他讲了几次 他不会搞终身制 那么 终身制是个什么概念呢 那毛泽东是终身制 那邓小平说他没有终身制啊 对吧 那个叫什么江泽民 胡锦涛就按照邓小平当时 当初这个 定下来的这个规矩 对吧 那个就是 两期的这个 那个 任期嘛 就是十年的任期 那现在他如果说 不做十年 他做二十年 他也没终身制 所以这个呢 是不是终身制 要他做完以后 才能下定论嘛 变成这样 那么如果今天他讲 今天那个曲先生讲 讲的 这个从原来上一次 那个 党校副校长 讲这个 接班人已经解决了 那似乎就是 好像 不是终身制 那接班人 但是他又讲得很 很含糊 语意不详 他就讲 所有的干部 都是中国严格考 考察 久经考验 谁都可以接班 大概就变成这么一个意思 他没有具体讲 怎么接班 谁接班 还是一个整体的 来讲 干部的考察问题 那这一次呢 又讲了一个 年限问题 对吧 那个 这个 他是讲的一个 新时代 就 这个新时代实际上就是 习近平的一个代名词了嘛 对吧 那么这个呢 他讲的这个新时代是38年 那么如果说 持续38年 是从18大 2012年开始 那么持续38年 就到2049年 那那个时候 习近平高寿97岁 对吧 那么如果说是从2017年 习近平思想 因为他讲新时代 新时代最终写入党章 那是这个习近平思想 最终写入党章是2017年 那那个时候计算 那么到2049年 习近平是102岁 那么这么长寿 随着医疗条件的发展 和亲全国的 医疗科技力量 也许也能做到 对吧 那么如果说一直执政到那个时候 那是叫做终身制 对吧 领导人终身制 那现在他说 他不到那个时候 他打破原来的10年规矩 他做20年 那是不是终身制 这是不是党内能够接受 那这个 这个是真的 玩味的是在玩一个 文字游戏 对吧 但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这个里面呢 有有几点我们可以思考的 那他现在讲的 是新时代 这个持续的长度 而不是习近平执政的 持续长度 他就是避开了 大家在讨论终身制的这个问题 那么新时代持续38年这个长度呢 他没有明确讲 是思想精神的长度 还是执政任期的长度 那么因为从2018年修宪建议 删除了国家主席副主席的 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限期以后 那么在持续执政 在理论上已经没有障碍了 对吧 他已经没有这个法律上 规定他不能 所以说人家说现在中国法律上就是终身制 对法律上可能 这个在理论上是没有障碍了 所以呢 就是以这个92或者说102岁高龄 执政 这个在在位的话 都是已经是一个中外奇迹了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以习近平时代的思想和精神传承 持续38年 我想这应该也创造了 中国共产党百年建党伟业的治罪了 因为为什么呢 文章当中啊 他是把21年建党到49年建国 列为28年的革命时期 时代 49年到78年这29年是建设时代 到78年到12年 这34年是改革时代 那以后的38年呢 是成为 复兴时代 那么这个呢 他又把它称作为是一个从 救国 信国 富国到强国 那么在所有这四个时代 这38年是历史最长 那又是一个 治罪 那么如果从以上第二类分析来看 38年直到中华民族 实现伟大复兴走向世界强弱之力 除了这个习近平啊 这个我想那个 还应该有他的 计论者 来共同完成这些使命 那他如果说 那个不是一直做到97岁 或者102岁的话 那么关键就在后面 计论者 是什么时候 来计论 另外计论者 能不能不折不扣 没有修正的 更不会否认 前论就是习近平的思想精神 这个才是关键 对吧 你这个38年的任务 能不能完成 其实还是会有一个 接班人的问题 我们也知道那个邓小平 在他虽然他没有当总书记 或者国家主席 在他这个主政的过程当中 那段事件实际上是否认了 否定了 那个毛泽东的这个 这个文化大革命的那些理论的 对吧 那个 后论否论 前论 这个在党内也是很 那个 很普遍 常见 对 那么现在这个38年 对吧 会不会出现这个也是关键 这个是 他要选一个 能够 能够理解他 能够这个贯彻他 这种思想精神 适中的 这个接班人 所以 他会说他考察期都会很长 对吧 那个 所以 一个节点就是2022年嘛 对吧 那个19大完成 那 会是一个什么急决 这可能是一个 拭目以待的一个基点 基点 小平 好这个 曲青山的这篇文章啊 你刚才已经解读了就是从四个阶段划分的话呢习近平新时代啊我们的和平叫习近平的年号 应该是跨度最长的 我记得川普说过一句话习近平是200年以来啊这个最伟大的领导人估计啊 这个四个阶段的发风啊也就是200到200年 所以说那么习近平时代跨度38年创的记录在这个意义上呢 他超越了中共历史上任何一位 这个政治领导人 因此的习近平是200年来第一人由此建立了 那么从这一点看我想问吴强先生他是不是一个拍马屁之作 我刚才讲过这篇文章的论述 是既不懂党史也不通政治学的或者说过去2000年 或者是2000多年政治史的一些基本的 经验 原则 那么我们从最近几百年的 比如说从马基亚维利以来到现在过去500年的人类的政治史 近现代政治史来看的话 某种程度上他是在为习的连续执政 终身执政在做一个初步的阐释 这初步阐释指的是他在肯定过去七年习所做的一切的所谓顶层设计 这些顶层设计都是在为一个他要终身执政的一个立线做准备 有点像袁世凯当年但是比袁世凯做的要远远要充分的多似乎是吸取了他的教训 从国安委的设置到各种围绕个人集权的制度的重新的建构党政合一 到国有企业的强调到我们看这个最后的修改宪法 党政军大权及一身等等 实际上在过去七年我们看主要的工作所谓的顶层设计的制度的改革 这就叫深化改革 都是在为一个终身执政做一个立线的准备 所以这是他从这是中共领导人前所未有的在过去七十年以来强调宪法的一个主要原因 只不过这个宪法看起来并不是要行宪政 而是要为君主的立线在做准备 所以他这个君主当然不是君主真正的他不会承认是君主 但是他似乎是在做一个所谓党主立线 中共已经谈了很多年的党主立线 只不过这个党是由个人来代表的 是由党的领袖来代表的 那这个党主立线实际上就是领袖立线的这么一个模式 我相信未来他们还会写更多的阐释的文章 来为这个做准备来肯定和总结过去七年的这么一个党主立线的历程 这是一个方面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看 从中国过去五百年或者说从欧洲过去五百年的政治历史来看 他又不太像是要实行一个终身制的一个 类似君主的一个长期统治 因为这种情况其实在马基甲文理时代就讲得很清楚 我记得他的君主论以及类似的相关的著作里面 讲得很清楚 如果君主要这么做的话 他有很多公共的责任和义务 这个当然我们看习似乎也在做 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 马基亚维利我记得他讲过 要实行仁慈的专政 可是到目前七年为止 我们看到以及他未来 我们最近的市中全会所结束的这个种种的信号来看 并没有行仁慈的一个迹象 也就是说他要搞专政 或者说他要搞专制 其实起码他要另外一方面要实行一种仁慈的统治 但是我们看无论是对新疆还是对香港 还是对内部人民 这个仁慈这一点我们都很难看到 所以这个如果说要实行一种严厉的专政的话 这个并不像是做长期终身执政的准备 这是有相悖的 从任何两千多年的人类的认识来说 这都是相悖的 一般人都明白 这个是你要实行严厉专制的话 这个政权寿命也不会太长的 会把这个国家政权带到沟里去的 所以这一点我又觉得又不可相信 似乎他在为未来的接班人 在做一个扫清障碍的准备 才实行一种严酷的统治 而不是一种仁慈的专制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是现实政治层面上的 我们看过去一年多修宪以来 就有我们刚才谈过第一轮谈过 就党内外各种反弹批评压力 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对中国态度的迅速的变化 他的个人 我们知道如果是君主的话 如果是专制的话 其实我们知道君主之间 这个是中世纪之后 全欧洲国家君主都面临的共同问题 就是国家之间就是君主之间要搞好关系 但是目前看起来好像这个 并不是君主之间搞好关系 反而引起了跟民主社会 跟民主领袖的各种的猜忌斗争 甚至是要搞伟大斗争 所以这种情况 我们看到他也是在跳出一些基本的 2000年的人类的政治经验 并不是说要准备跟全世界的国家的领袖 当然是现代民主国家领袖 做一个友好的相处 反而是在引发各种各样的紧张 那么在这种紧张在未来还要持续三十多年吗 过去已经七年了 至少还持续三十一年吗 我很难想象这样一种冲突紧张 一直能够持续几年 这是一个最现实的问题 好了 这个话题呢我们不多谈了 这个因为是一种分析 这个而且呢 从官媒发表的这些信息来看呢 他们试图在回答 这个党内或者民心关注的一个问题 当然从现在来看呢 他这个回答并不是最终的答案 那么我们呢就是说通过今天这个讨论呢 实际上是对他的最新的信息呢 进行了一方解剖 那么吴强先生 觉得这种信号是一种那个废共和 行君主制的一种信号 但是呢从欧洲的历史来看 这个君主制的历史来看呢 他又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内容在里头 那么这个季先生呢 他就解读了这个四个阶段里面的 习时代的史无前列的这样一种分量 这也是很有意思的 好了 这个话题我们就话句号 感谢来自北京的吴强博士 感谢来自香港的季硕明先生 今天参与今天大新闻 给我们解读官媒最新文章 关于终身制的解读 我们下次下个节目再会 全球新闻大集合 SixDude.News 网页版APP任您选 六度新闻 一网打尽自由新闻精华 SixDude.News 六度新闻 SixDude.News 全球新闻大集合 各位观众 大家好这是12月4号这是今天大新闻 我是主持人 陈小平 那么这个话题呢我们关注华为 华为事件的最近是 媒体 爆 爆 爆炒的这个重点 用这个华为里面的人说呢叫做什么呢 叫黑公关 狂欢啊不管怎么说就是说反正是华为成了这个 新闻热点 那么这个华为的这个新闻热点呢里面的关键词是什么是251门啊就是有一个从华为里面出来的员工啊 大概出来以后一年多啊因为一笔钱啊 进了监狱 那最后呢证明是个冤案 那么这个人呢啊在监狱里头被关了251天啊 然后最后这个案件呢被检察院啊宣布为啊这个不起诉 那么这个事情呢啊在这个 评论人看来呢啊是一个捅了一个天大的娄子 那么这个天大的娄子的这个词呢是谁说的呢是中国一个著名的律师啊 陈有希 陈有希呢大家都知道啊是一个啊这个很多案件里头呢 辩护律师都是他,他怎么说的呢 他这个华为 251门呢终于把舆论焦点带到了中国的保释制度上 在中国呢保释的决定权在警方而非法院 于是警方为了图自己办案方便 极少让嫌疑人被保释 当然还有别的原因,比如作为逼供手段 比如为他方充当打手啊 那么华为呢251门是活生生的例子 在未经法院程序之下呢啊这个人呢啊 被合法的啊请注意 被合法的 拘押了 251天 而在中国呢啊 警方可以未经法院 合法的把一个人关多久呢 啊这个陈有希在这篇文章里说可以关 5000多天 请记住啊未经法院中国的警察可以把你在法院关 5000多天 而且呢 叫做合法的关押 所以说这个 陈有希 话题一转 变成什么呢 前几个月还在大批港岛的保释制度 因为这个香港那些 警察抓的这些抗议者呢送到这个法院去放了 因此中国的一些媒体人不理解 不理解 然后呢华为251门一出大家才才几倍发凉 就猛章发现 原来保释制度 这么重要 而这件事情传到墙外 港民在网上知乎 房某某何其正确 这个房某某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反送送中条例 因为 反送中条例 香港这个事情为什么引起呢就是 把这个从香港抓的人送到中国去 那么大家知道从这个251 高门就知道送到中国是什么下场 你不 可以把你一直关在监狱里头 不经法院许可可以关你5000多天 这是什么感觉啊 因此最后一句话 华为捅那个 天大的娄子 这是天大的娄子的来历 那么美国云量升级打击呢 那是华为在国外遭受的另一波这个 黑色星期 这个这个黑五啊黑五打击 应该这么说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最新的消息是就是说 路透社两个消息很多来自于路透社 那么一个事就是说 美国将华为放入了这个这个实体名单 那么呢 很多美国的企业 不能够把产品再卖给华为了 但是呢 这个实体清单的并不是一揽子的限制 还有一些企业可以装空子 继续给华为 卖东西 那么美国现在要把这些漏洞给堵住 这是消息之一 那么消息之二是什么呢 就是说华为 一直啊 做生意的时候 他用的是美元交易 对不对啊 那么美国现在 准备 干什么呢 要把华为 踢出美元交易市场 好 那么第3个 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华为请了一个 大牌律师 为他在美国 告美国 政府 提供法律上的帮助 这个律师呢 是美国的前司法部长 那么美国政府呢 就想 你可以啊 跟我们玩法律对不对啊 那么美国人也跟他玩法律 怎么玩呢 说这个司法部长原来参加了 对华为的 监督和调查 那么 你现在从司法部出来以后 你又被 华为 聘请作为 这个案件的律师 有利益冲突 因此美国法院说 对不起 你不能够给华为当辩护律师 因此呢可以说 美国对华为的打击呀是三击 那么最厉害的应该是在这个 北约峰会上美国游说 这个北约 成员国 将华为的这个封杀 提上 一丝日成 这也是一滚 所以说呢这个华为这个事情的现在是 热点 你们的 大热点 我想听听这个 季硕明先生 你怎么看华为这么多新闻 我觉得 这个 你说的第一个 李洪源的那个 那个问题啊 就是这个是华为内部 或者说在中国内部的 法律 和 企业管理 就是司法系统和企业管理 这个一个关系 其实华为 原来在 很多 中国老百姓 心目当中 尤其是在 中美 那个 脚量的过程当中 华为是个英雄 那这个事件 让 很多 网民 大跌眼镜 因为原来一直说 华为 是一股 有一股 狼性 这股狼性呢 它主要是用于 企业的发展和竞争当中 那意想不到的是 华为的这个狼性 也转头对着他自己 曾经的员工 这里 我还看到一张照片 在华为的这个总部旁边啊 深圳龙港 深圳市的龙港 深圳市龙港的看搜索 这家这个看搜索呢 是华为 重要的新员工教育基地 这张照片是新员工排着队走在 爱城 爱城是可以通过 那个没有玻璃的这个 铁栏杆的天仓 可以俯瞰他 底层的 关着的曾经的同事 他这个是一个教育的这个基地 因为 为什么呢 无独有尔 这个华为前员工李鸿源这个 爱511事件 他不是一个孤案 就是在媒体 揭露 暴露的过程当中 另外一个 员工 叫曾孟 也因为离着赔偿被拘押了 警方拘押了90多天 跨境 他是跨境被抓回来的 对从 从泰国 抓回来 这个当中 你真带出了很多来不及消化的一些信息 但你比如说 华为报案 很多时候 我觉得我们觉得是 表面证据都不成立的 警方可以先立案 在不断的更换罪名 好像那个 李鸿源的罪名更换了几次 不断的补充侦查 似乎就告诉我们 只要说你有罪 总有一款适合你 那似乎像 想要让你有罪 你总得有罪 但是问题是 你没有一款适合你的话 也可以关你5000天 就是在这个地方 对 那么这个背后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一次他实在是包不住了 因为 他们在谈话过程当中有录音嘛 对吧 如果说没有这个录音 他要 治你的罪 不是很容易吗 对吧 这个背后 如果想让华为 想让华为有员工有罪的 似乎还不是警方 还不是中国法治 而是他所在的 而是他所在的单位 而是他所在的单位 那我所知道 今天的中国 警方要裂案啊 并非 并非易事 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这个倒不是因为法律的严明 而是 但是最后治安也不处理 那他说四颗公章的人不承认有四颗公章 因为他们是熟人 所以华为不断的为离去的员工报案 警方都能坦然接受 一报一个准 我觉得这也是很蹊跷 那还有 遇到大的这个我所了解啊 现在在内地啊 这个那个看守所啊 这个要被查证的这个 那个一些嫌疑犯啊 甚至于大案要案的那些 证据确凿的 那个 你都要报案报不了 那个因为公安手上的案子实在太多 根本就没有那个接案的人手 就好像你饭店里面全 全部坐满人 在外面的人就进不去 他就就没有这个 特殊关系你都报不了案的 那就说明这个 华为他的 他的这个 这个报案的力度啊 还有 有律师向我去向我描述 你现在要到看守所啊 去会见当你的那个 那个当事人嫌疑犯啊 律师啊 都得早上三点钟去排队拿号 就说明这个看守所 人满为患 就根本管不过来 但是我就 我就看到新闻里面 这个李鸿源啊 被 被关了250一天的李鸿源啊 头几个月 关在看守所 警方根本就不找他谈话 那所以我 我现在严重怀疑啊 看守所人满为患 很多是不是因为都是假案 冤案错案啊 你这个这么多人 人关在里面都关不住了 像这 类似李鸿源 李鸿源这种 关进去以后 没有人理睬他 他也是经过几轮以后才知道 到底自己犯了什么罪 犯了什么问题 才拿出这个 这么一个 这个录音来 使得他这个 有转机 所以我觉得 这个当中啊 真的是在 那个 华为内部 这个管理上 这种狼性 缺乏人性的 对自己员工的这种 痛下横手 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法治 习近平是 一再 一再再三的讲 中国要 要建立法治社会 这个法治社会 老是是指责 人家不法治 比如说香港 香港是司法独立 香港这个小平你刚才讲 那个内地指责 香港是警方抓人 法院放人 法院没有放人 他是按照他的司法程序 他是保设 他不是 不是放人 是有条件的 保设 为什么呢 因为你警方 你抓人 在几天当中 你的这个 证据还不充分 你还得要去找证据 如果你真的证据很充分 法院就不会 就可能 不会就给他保释 这个是个很严密的这个 这么一个一个司法制度 对吧 那个这个就可以看到 为什么 像香港 他的冤假错案就很少 就在 司法这个 机关的 审讯过程当中 违反法律 违反法律 违反人性的情况很少 是因为他这个法律体制 所以我想 陈有希 陈有希所讲的 天大的漏洞 其实这个就是 中国法治的漏洞 这个被华为这个事件 给捅破了 那个 然后我看到 还有一个 很有意思的 就是爱武一这个案子发酵 正值是孟晚舟 是按一周年之计 同位华为人 华为的贵族和华为的平民 在公司对待员工 和前员工的资源和法律天平上 是何其不对称 同时他们两个人 一个在 一个在这个 西方的司法体制下 他可以 那个先保释 对吧 享受 还是让你有一定的自由 他是无对 无罪推认 那对人性的这样的一种重要意义 但是 李洪源 却不能享受 像孟晚舟般的那种保释 暗自要拖了250一天 那因此 也让纳税人 用国家赔赏的这个方式 赔了十万元 浪费了大税人的这个钱财 就这一个案子 让我们值得思考的 是太多太多了 小平 嗯 那个天哪楼子是他把这个香港的视野捅出来就觉得好像 仿送中条例 看案子是反对了 有这个意思在里头啊 那么美国酝酿升级打击这块的刚才这个季先生没有谈到 那么这个吴强博士您在大陆啊 铺天盖地的这个黑这个啊 华为的这个官方说铺天盖地的黑华为的黑公关狂欢 你感受到了没有 我感受到了 对社交媒体上这几天全是一个顺口溜 叫做出生985 工作996 劝退035 离职251 这些就是很有意思 全是华为的 跟华为有关系的一组数字密码 一组数字密码就把一个在一个所谓高科技企业的受外人羡慕的一个苦力 叫做科技苦力的生涯就给他的职业生涯就给全部表达出来了 他可能是985名校毕业的 但是呢进去进了华为其实很多公司也是这样的 只不过华为是最压榨了 那在里面就是要996 其实华为不止996了 这个996只是一般人外人的想象 然后如果你要这个到了年纪到了35岁了 公司就开始劝你 滚蛋了 就劝退035 就是他只用年轻人 在年纪再大了 你要升不上去当主管 做管理了 那你就载你滚蛋 公司不会养闲人 用任正非的话讲 然后离职了 你想要离职金没门 想要的话 251关上200多天你就老实了 该回家干嘛 该干嘛 所以这就是一个我前一阵子写的评论 一个科技苦力主义其实就代表着中国相对于劳动密集型的一个所谓产业升级之后的一个继续的是一个科技的劳动密集型的一个压高度压榨的一种科技苦力 这是中国模式 很多人想讲中国故事 那这就是中国故事他就看到了 所以捅了一个天大的楼子 实际上他捅破了中国故事的楼子 这是一个最大的川邦 很多很多的整个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体制都被他给川邦了 川破了这个厉害了我的国 川破了过去40年改革开放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谎言或者密使 这是华为现在所干的一件事情 因为比如说孟晚舟的事件已经有365天了 真正小屏您记不记得我们在过去几个月 您前的很多嘉宾或多少都谈到我华为例子 但是我从来没谈过华为例子 你觉得华为的文章很大 你在那个国里不好说 那么我知道你心中有话 不是不是 我在北京我在北京我敢批评国家领袖 但是我从来不敢写文章批评华为 对啊 我从第一天就能感觉到您这个担忧 对 因为对他的力量 我是远远知道他是不止251的力量的 他的力量的这种这个手 让人 因为我还是政治学出身 但是我虽然政治学出身 但是我第一份工作是在计算机公司工作 就像陈小平您是学法律出身 您对法律是有先天的敏感 我对计算机行业 对通信行业是有先天的敏感 因为第一份工作就是做这个的 对华为已经 我当然没有研究它 没有工夫研究它那么多年 但是其实注意了也是很长时间了 从它一开始到现在 所以我是知道 它这个楼子是什么意思 它是川邦 这是川邦 它代表了是中国这个国家的一个另一个层面 另一个层面 我们在政治学上经常 比如说你知道有人会用影子国家来形容 或者是用幽暗国家来形容 指的是在你这民主政体之外的还有一些这种 比如说像核心 他会说是共机会在统治这个国家 统治这个世界 经常有这样一些 我们记得我们前两周讨论阴谋论 但是一个国家它确实有一些精英 甚至是暗底下的精英 作为一个幽暗国家的层面 按照一个幽暗的伦理来统治 这也可能会存在 在中国这个实际上 我前几个月我写过一篇评论 就李鹏去世之后我写过一篇评论 是指的是这个国家的变化 它越来越呈现一种私人国家化 那这个私人国家化 我们先不谈北京这边的情况 谈这个红色精英的问题 因为这个实际上是跟私人国家化有关 就是华为的案子 华为的认证非 其实它就是在 它对这个司法制度的操纵 已经不是我们在西方 学习到的这个Captive State 这个公司绑架国家 公司俘虏国家的这个含义了 公司在指挥公检法 已经不是这么一个公司来Captive 来俘虏国家的这个含义了 它已经是我们看出来 实际上是一个它所代表的一个私人国家化 这个国家其实是属于任正非的 当然不是他一个人的 属于任正非这个团伙的 就好像今年70周年大庆的时候 您记不记得有一个颁布 有个颁发这个几百个人 还是一百个人的这个阴谋代表 这个行业的先进的阴谋 从造核武器的到马化腾 马云好像都录选到这个阴谋名单里头 但是没有任正非 任正非据说是有提名 但是他最后是几次写信拒绝了 婉拒了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这个国家就是他的 他确实没有理由说我来领这个奖 这个奖应该是他来颁给马化腾的 颁给别人的 这个也有意思 对他来被颁奖 我们一般是从他的所谓韬光养晦上 来理解说他拒绝领这个奖 其实应该是从国家的私人 私人的国家化的意义上来理解 他对这奖的态度 他根本就不屑这个奖 这奖应该是我来颁 而不是说他来受这个奖 所以这个娄子实际上是在 川帮是穿在这里 它不是什么民企 当然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企 公司法国有企业法所规定的这些国企 他实际上这个国家就是他的 这才是陈伟琦的这个楼子背后 这个大家第一个层面的意思已经谈得差不多了 那么我想问问季硕明先生 如何看待最近这一段美国对华为打击的这样一种升级的信息不断地传出来 其实我们可以把华为跟中信相比较 那个美国最开始是制裁的这个中信 中信也是因为他的这个违反了美国制裁伊朗的这个一个决定 那么要制裁中信 但是中信呢就是很快就是跟美国美方谈妥的条件 就基本上除了罚款也有这个美方派人 然后就是让他正常运作 但是华为不一样 就是华为美国似乎看到了华为的这个力量 那个而且刚刚那个吴强讲的 我觉得真的挺有意思 就是华为已经不是叫做复可敌国 还是他的这个权力的边界变成这个复原以远界 那个这个边界的扩大 他的权力的边界的扩大 就是从上述我们讲的例子 就他可以影响到司法 等于是这样 而且司法给了他给了当事人清白以后 他还是很具有权力的那种傲慢 你可以去告我啊 对吧 就完全好像觉得司法都会站在他一边 他根本不怕你告这样 跟要一个道歉他都不道歉 对吧 那我想可能美国不断的在升级制裁华为 跟美国看到华为的这样的一种力量 对美国的一种威胁是有关系的 所以即使在贸易摩擦的谈判当中 美国制裁华为也没有把这个放弃制裁华为 放在谈判的条件当中 只不过有些放缓 作为对那个贸易谈判条件的一个 一种交易的放宽 所以现在美国任何一项制裁华为的措施 包括现在最终美国禁止华为使用美国金融系统 我想这些都是美国在现在开始制裁华为 这个企业的冰山一角 那那个他是在用各种方式 可以用的方式和手段 在那个要遏制这个华为 你包括这个美国计划利用新的联邦对外援助机构 鼓励发展中国家和企业购买非华为中信的产培 这个就明显就是那个针对中国企业 尤其是华为和中信的这些企业 那么这个这种经费帮助发展中国家和企业 购买非中国公司的电信产品 这样的一个所为 实际上是在支持了华为的这个 他的那个对手爱里心和芬兰的诺基亚 那个这两家这个公司 那么使得这个华为和中信之外有替代品 那么美国是在尽全力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我相信可能美国那个今天这个吴强先生 又一次提醒了美国 可能让美国会今后更大范围 更强的力度来加强对华为的那种制裁 和对他发展不让他发展的这种控制 因为他看到华为的力量 看到华为的力量也代表了中国的这个力量 那个所以他对华为的这种打压 一个没有停止过 一个是不断的升级 不断的走向全面化 小评好谢谢这个吴强先生和这个 季硕明先生啊 分析华为事件我觉得比较精彩的是这个吴强先生谈呢 这个华为呢他不是富克帝国啊他就是国家啊用他的话说叫影子国家 或者另外一个词叫做 私人国家化啊这么一些一些行为的解释 那么如果把这个东西建立的话那么华为的一系列行动那就比较好解释了 那法院就他们家开的嘛那不就这意思吗 再加上中国法院啊中国的法治本身的那种漏洞因此呢把这个二五一门给放大了 那么这个华为呢对西方世界的这个威胁啊随着这个美国的这个打击的 力度的加大大家也看得很清楚啊那个刚才啊这个季硕明先生要提到就是美国要建立一个 基金啊鼓励人们购买华为之外的这个电信产品和通信产品 那实际上华为在全世界他的产品能够这个蹭风破烂 那就是占了他的价格优势嘛如果这个啊美国这个国家他出手的话跟华为拼价格 那么华为你还有那么多钱去打吗 这就是一个华为的命根子的问题 好了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啊来自北京的吴强博士和来自香港的 纪硕明先生啊跟我们讨论华为和美国对华为的制裁 那我们呢下个节目再会啊谢谢大家的收看啊谢谢导播制作 各位观众大家好这是12月4号这是今天大新闻主持人陈小平 下面要讨论的这个题目呢是跟这个中美贸易有关系 那么中美贸易这个问题呢啊现在啊又出现了这个过商车市的这种啊 反转性的新闻 那么呢这个原来啊这个是说啊这个贸易协议呢啊差那么几厘米啊几毫米啊就大就快一快一千一千一千了啊 但是呢 川普在最新的 一个讲话之中呢 啊在隆东啊他参加本业峰会嘛那个回答这个记者问题 他怎么说的我没有设最后期限啊 在某种程度上我想啊要等到大选后再签协议啊 那么呢 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 把这个 几毫米就要到手的协议 是不是就要 非了啊 这是我们现在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那么中国那方面呢 为什么呢这个发出来什么信息呢让川普觉得这个协议签不成了 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这个官方啊那个 媒体呢 说啊 中国坚持要达成第1阶段贸易协议呢美国必须撤销关税 那么这个撤销关税就不止指某一个 某一次关税 特别是针对12月15号那一天 准备要加的关税要撤销 而且还要撤销更多的关税 同时呢 这个 川普在这个跟记者谈话的时候有提到一个原因就是说啊 新的 这个香港的人权和民族法案呢 对这个贸易谈判 带来了这种 没有带来帮助 那么意思就是说 这也是一个因素 那么 中国坚持要废除所有的这个关税 另外加上这个香港的这样一个法律 最后导致了 这样一个 中美贸易协议呢 从那么 差几毫米的距离呢 现在变成一个不可测的距离 这就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么既然这个协议 马上到手了又飞了 那么美国怎么办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啊美国的商务部长罗斯啊 这个在接受 媒体采访的时候 明确的说 12月15号是合理的最后期限 如果从现在到那时 什么都没有发生 总统已明确表示 他将增加关税 那么这次关税呢 我们标题叫极限加税 那么就可能就不是 5%、10%、20% 有点说可能要更高 所以说啊 这个中美 通过贸易协议的这种博弈啊 找到2019年的年底 那么呢 最终能不能有一个阶段性的 句号 或者是这样一种对峙要继续升级 这是我们要关注的问题 好了我们先听听来自北京的吴强博士的看法 对现在的局势 很有意思 在我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凶险的历史的关头 嗯 呃 呃 呃 前前前 上一个月在北在中国和美国同时上映了这个决战中途岛 为这个新拍的这个电影 呃 不是70年代的就是新拍的这个电影 呃 他又让人重温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什么爆发的 然后这篇他他他他对于爆发前其实讲的不多 但是我们知道历史上有很重要的一个细节 那个爆发美军日本人为什么要进攻珍珠港 之前是跟谈判的破裂有关而破裂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其实很有趣的我们我刚才在跟VOA在谈的时候主要是在谈霍利那个 那个那个税收法案1930年的这个法案 呃 呃 但是还有一个技术上的是我们知道在太平洋爆发太平洋战争爆发前1941年呃 呃 美国国务卿赫尔他在跟日本的这个谈判的时候他在他也是在最后一刻加了一个条件提出了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是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出他的军队 这当然是很人道主义很很国际主义很很对中国的这种非常友好的一个关怀啊 但是对日本来说这是一个不可接受的完全不可接受的一个条件 等于是非常像这一次中国在还有十天要加税的之前 然后提出你们能不能不加税了 然后我们再再再签协议呃 这个实际上也是就等于是让美国完全无法接受的一个条件 就说在最后一刻提出一个对方无法接受的一个条件 然后造成一个谈判的破裂 呃 呃 呃 我们当然不知道赫尔赫尔对新政贡献很大 呃 我们也不知道 呃 我自己不是太了解赫尔和罗斯福最后的宣战这种底下的阴谋到底有多深 但是这个至少在谈判技术层面上这个局势和历史的相似性是非常的高 呃 即便未来贸易谈判还会继续继续到比如说川普 继续到这个新总统上这个这个这个当选之后 不无论是川普还是民民主党的谁 呃 那我们也知道实际上这个历史机遇已经错过了 中国要承受着呃 高关税要几个月半年甚至更长时间 那么对中国的经济政治都是造成一个极大的不稳定 也是可能所谓伟大斗争时代到来 那实际上我们知道这是太平洋 这是一个新太平洋战争的 这绝对是意味着一个新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当然它不一定是以热战的形式爆发 那但是这种中美关系的根本的改变 其实就是在这个时候 在未来十天以后就可能会发生了 在这上讲 这个这个几毫米撤回几毫米的这个真的我可能人类和 21世纪的最后的和平可能就剩下10天了 好 这个吴强先生把这个后果啊看得很严重啊 最后一句20世纪的和平 21世纪吧21世纪的和平就剩下最后10天了 这是这个协议签和不签的 那么季硕明先生您怎么看 那个吴强先生实际上是在 就是暗示 北京这次会 在10天当中跟美国硬掰 好像是 下了这么一个结论 那变成是一个 和平和战争的一个考验 那么 实际上 我们观察到 特朗普 说了这番言论以后 美国股市是大跌 后来市场上又说 这只是 特朗普 希望给美 北京施加压力的一种说辞 才使得 这个 美国的股市 闡定 但是 那个香港的股市 当天还是跌了300多点 就是说市场对这个 不签 还是 非常敏感 那么其实不仅 敏感的不仅是市场 我还观察到 敏感的还是 北京 这个中方 实际上 他是处于一种矛盾 状态 他当然是不想签 对吧 那个 因为原来 商定的 已经全部已经商定了 当次说好 是在APC会议上 中美两个领袖 见面的时候 签 因为后来因为碰到了自立的乱局 就是把这个机会 延伸了 延伸了以后 现在 伸出了 北京 又想借这个机会 能不能多要点条件 对吧 那么 实际上我们看到 现在中美贸易的 相关信息 在内地 在中国大陆 那个 它是个敏感词 是你要在微信上 发文章 要去多讲 都会被屏蔽的 就是 那个 在这个领域 北京 是控制的 控制的 你可想而知 他不想去 万一有什么错误 得罪了美国 那 这个中美贸易协定 对北京 非常重要 那么 第二个 北京不管采取什么反制措施 在香港问题上 在新疆的这个 人权问题上 他都是把贸易的 摩擦和贸易协议 跟这些 香港问题和那个 新疆的问题 是分开来的 那他从来不会说 这个反制措施 我不签贸易协定 也是 反制你 通过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的 一个反制措施 它是分开来的 因为 这个贸易对北京 其实是非常敏感 为什么这么说 就是 美国的这个 强硬的加税 是让中国经济 受伤的 那么这个也是他要 补充一个 条件 就是为什么 就是希望 你签这个协议 你要把前面加的税 和 以后想加的税 全部 等于写在里面 能够一笔勾销 那么 那个北京认为 这样才是 一个是公平和 真正的一个条约 否则他觉得 就签这个条约 只是 北京 向美国承诺 没有美国 对北京的这个承诺 那是不珍重 不公平 那么 然后 这个 这个税收问题解决了 对 中国的这个经济 它的出口 会是一个 很大的 很大的 舒缓 那他的这个经济 是会很大 舒缓 所以美国的这种强硬 加 加税的 北京是在乎的 并不是说 不在乎 那么 特朗普 他是说的很轻松 因为他看到 现在新增的 这个 明年新增的 这个 选民 尤其是年轻的选民 对他 都会有好感 然后他又强调 他更多的 不是考虑 那个 贸易平衡 更多的考虑 美国人的这个就业问题 那这些话说的都 很好听 他不断的在为自己 寻找到这个支点 那么 这个对北京 来说 都会觉得 是一种压力 所以我觉得 现在还 不能 马上 就断定 这个 来来回回 又到了 这个僵局的时候 可能 临门一脚 说不定 在最后十天里面 会贴一脚 也没定 那个小平 这是我的观点 这个 季先生认为 这十天以内 有奇迹发生 或者说 不排除 奇迹发生的可能性 那实际上我们这个 明镜 请各位嘉宾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好像就是能看好这个协议 即使是现在这个 第一阶段的阶段性协议就能签的 实际上也不多 那么吴强先生对这十天发生奇迹的这种预期有多大呢 其实我从上这个节目到开始讨论这个中美贸易战问题 我始终是看好会有一个 第一阶段协议的 分阶段协议的 始终是抱乐观的一个态度 即便到现在我也相信 还是有希望 哪怕是希望只有1%到5% 可能希望是非常小 但是还是有 因为我刚才讲了后果是很严重的 那么 严重到就是新太平洋战争 就是一个新冷战的 第二阶 二阶的新冷战 就是其实一阶从08年开始 已经开始了10年了 我们知道习近平 是担任奥委奥运会 北京奥运会的这个总指挥 实际上已经接掌了 相当部分的权力了 他已经登上政治舞台了 很重要的 复兴时代早就开始 但是 如果说 他要看到这个 不签协议 他甚至现在是一个主动 破坏这个可能达成协议的这么一个姿态 其实失去了最后一个 可靠的一个协议 失去了最后一个可靠的一个联系 或者一个锚点 我们说锚点 那么他会在其他一系列问题上都会恶化 香港问题 其实已经是过去的事 没必要把它考虑进来 就像北京现在其实他也在 切割很清楚 刚才技术明也谈到了 哪怕新疆问题 已经三年没有同步事件发生了 理论上剩下只是解决 在教育营里头 的人的问题 那么 其实理论上 在长时间 这也是好解决的问题 并不是一个 技术上不能解决的问题 那么但是如果说这个协议不签 就意味着 所有这些问题都会 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的继续恶化下去 比如说从朝鲜半岛 到台湾 到中程导弹的部署 到 到整个 从澳洲 到太平洋 到印度洋 整个 包括东南亚的一个 南中罗海的一个 态势的变化 会恶化的 恶化而且是加速进行的 那么 呃 我相信中国 应该没有做好这样子一个 应对加速恶化的 未来的 准备 他还是要执政 终身执政的嘛 还是要执政31年的嘛 至少所以 他怎么会让自己的 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呢 所以我刚才就 第一个问题 我们就谈到这个问题 这个是不对的 没有一个 君主会让自己未来的日子 越来越难过的 所以如果他看到这一点的话 其实我认为 希望 就还是在的 哪怕最小的一点理性 他还会有的 他会不断的往回摆 何况这点 希望 还是因为 党内 整个共产党的主体 还是一个儒家主义的 一个 孔夫子主义的 一个 官僚集团 他们还是有这个 这个理性 在的 基本的理性在的 那么他们是最重要的一个 牵制的力量 能够 让 最后一刻 最小的 百分之一的希望 去实现 这么一个 第一阶段协议 来保障 中美关系 最后的一个 锚点 最后一个 脆弱的 纽带的 这个 把它建成 否则的话 会一塌糊涂 永远无法收拾 这个是我刚才说 这才是 我刚才说21世纪 最后的10天 和平的意义 这个刚才 姬说明先生 你谈到 就是说 北京 试图将 香港的这个 人权与民族法案 跟这个 贸易协议 第一间的贸易协议的 签署 之间 拉开距离 但是呢 很显然 就是说 从川普先生的 这个 讲话 就是说 他认为这个香港的这个法案对 法律 对贸易协议签订没有帮助 在某个议上 实际上是在某个议上 有一种 这个反作用 另外一个 在这个美国国会通过这个法律 以前 那么舆论的分析也认为就是说这个法案可能会导致这个 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抛摊 所以说 这个 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情景 就是说 本来可能要签了 12、15号 但是因为 香港的这个 法律 最后呢 产生了这个冲击力 使习近平现在即使想签 他也不能签 这么样一种后果 记住了 明先生 其实 那个 特朗普在 表达这个 签这个 香港的人权和 民主法案的时候 已经 表露出 他的一些无奈 其实如果他不签的话 他问题很严重 因为 你是这个 众议员只有一票反对 400多票是 通过 那个 参议员是全票通过 那么这些议员都是 那个美国的民选 出来的 就等于差不多是美国全国的老百姓 都支持这个法案 你总统要跟 这个 全国老百姓对峙嘛 对吧 他 无论从哪个角度 他被迫的 他被迫的他也必须签 我想北京也知道这个情况 那么 对北京来说 香港问题 更重要的还是 贸易摩擦问题 所以 看得出 北京是把这两者 不是紧密的 那个 联系在一起 那个 特朗普讲这番话 他有点那个 那个哀兵啊 就是在 表态求救的那样的一种 情绪在里面 让北京知道他是 他是无奈的 因为签了这个协议 签了这个法案 对贸易协议 协议是不利的 是讲了这番话 但是其实北京 跟那个 美国之间 人权问题 和经济问题 人权问题是局部的 包括香港 包括那个 新疆 但是贸易协议 他会影响到 中国的整个 全局的经济 经济在影响到 整个全局的 社会问题 以至于 对政治 都会有冲击 所以北京 必须 很 严谨的 去考虑 这一次的 贸易协议 协议 因为接下去 刚才小平你也讲了 北京的 美国的这个加税 就不是技术性的 对吧 它是一个 完全的一个 战略性的考虑 可能 一锤子 全部砸上来 对吧 这个 北京不得不考虑 就全面加税所带来的后果和 接下去再加税 带来的 带来的 会不会是 很致命的一些后果 所以他 我觉得他是把香港问题 和贸易 那个摩擦的问题 是分开处理的 因为这个川普在 有一个视频他谈过 对北京加税 45%的问题 所以现在 有着这个 分析评论人员认为 就是说 这个极限加税 就不是 25的问题了 可能到45 要到这样一个阶段的话 北京会不会 在这种高压制下 在这10天以内 做出一个妥协 季先生 我觉得是有可能 有可能因为 至今北京没有 因为各种原因 包括 香港 包括这个 包括这个新疆问题 那个 来对 用贸易战的这个协议问题 来 做出一种考虑 这个 至今没有表态 而且呢 你去看 他对 这个 香港问题 北京做出的反制 那两条 基本上是 国家对国家 那个 中国对美国的 这个 这个 之间的这个关系 就是 他 完全是 那个 一种反制 对 美国这方的 是一种 压制 那么 他如果说 拿贸易 这个 协议来作为一种反制的话 那 可能 那个 本来美国想要 要不到 但是 这个反制 对中国 又变成了一个反重 着用力 那个 有经济上 和带来一连串问题的 审害 小平 好 这个 这个话题呢我们就 谈到这 谢谢这个香港的媒体评论员 季说明先生 谢谢北京的 吴强博士 跟我们一起讨论就是说现在 这个 中美贸易协议会不会 在 差几毫米就要到手的情况下 会飞了 那么 这个 吴强先生谈到了这个协议如果不签 他面临的一个 可怕的后果 也就是说这个后果在10天之内 会面临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后果 他提到了一个 新太平洋战争的这样一个高度 那么 季先生认为这个这10天以内可能发生奇迹 我们 走着瞧 好了感谢两位嘉宾 感谢我们 观众的收看 谢谢导播制作 我们 下个节目 马上见